第35章 小密探的前途 青叶自枝头飘落 缓缓落在名贵的羊毛毯上 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陆陈佳静静静看着羊毛毯上那些美丽的花纹 看着花纹正中间那片孤单的青叶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轻声说道 我与她之间的感情 就像山谷里的兰花一样自然生长 为何要刻意提及 难道 我想以此来证明什么 她说 这叫做秀恩爱 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不懂什么叫做秀 不懂为什么她会这样说 也不知道你想要证明什么 但我知道 兰花生长在幽谷中是自然之事 当你把花搬到我面前细心采险时 自然就不再自然 她没有再多说什么 没有告别 直接转身向屏风外走去 陆陈佳站起身来 若秋水般的眼眸里显出一抹极淡的黯然 看着她的背影说道 你要喝的热茶还没有端上来 就这样急着离开 那是我专门从桃山给你带来的醉人草 记得当年 你最喜欢喝这个 莫姗姗脚步微顿 没有回头 平静地回答道 比起一盏清茶 我其实更希望当时能在草地下的营地里看到你 然后 你可以请我喝一杯白水 陆陈佳握着小姐的手有些发白 低声说道 最开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你在营地里 而且 我也没有想到那群马贼竟然能够威胁到你 若你真的遇到危险 难道你以为我还会安安静静坐在车厢中 毫不理会 莫姗姗浮在屏风一侧说道 我说过 这不是你我的悲喜 是世间的悲喜 你可以做到无视身外喜悲之情 但我做不到 也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屏风缓缓滑开 神情淡漠的白衣少女缓缓走了出来 在外间喝茶喝到渡饱无事可做的莫池院弟子们集体站起相迎 莫姗姗看着卓之华轻轻点头 同门们便知道 在礼间的谈话中 山主对那位花痴并没有怎么客气 顿时觉得胸间充满了快意 没有理会天狱院诸生的热情挽留 甚至连场面话都懒得交代一句 莫池院弟子们挺胸昂首 骄傲地走出这间华丽的大仗 仗外 碧空高远 没有一丝残云 白衣少女微微眯眼望向天空 想着先前 陆陈家终于还是低下了头 不负清高 真正的败给了自己 不由 感到心间一片通畅 才明白原来这才叫欺负人 才明白所谓的出气报复 原来并不限于笔墨或是拳头 想到此节 他回头看了一眼 安静站在少女群中的宁缺 暗自想着 身为唐国书院弟子 本应书朗壮阔 怎么却偏生有这么多细腻心思 大和国少女们回到自己的营地 再也压抑不住好奇 开始询问山主究竟与那位花痴都说了些什么 帐内一片叽叽喳喳 好不热闹 就连宁缺都望向了他 墨姗姗沉默片刻后 把先前那场对话复述了一遍 世间的喜悲和他没有关系 师兄死在草殿下难道和他也没有半点关系 哼 看来我们这些竹师里的人 在这位公主殿下眼里 竟是连一颗花都逼不上 天猫女抱着那个匣子 难以愤怒地大声说道 如果这个方形匣子是墨池院送给天狱院的礼物 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是抱了回来 那位花痴公主看似宁静温和 实际上心在室外 这件事情原本和他关系也不大 要说真正该死的 还是那些玄境骑兵 还有站在草殿上冷眼旁观的那个老妇人 卓之华摇了摇头 看了一眼天猫女怀里的匣子 粗美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 这是秘密武器 昨天我和钟师兄花了一百两银子 才从别人手里买过来的 天猫女紧紧抱着匣子哼了一声 满是不愤地说道 可惜珊珊师姐不肯用 莫珊珊右手轻轻抚平按机上的书纸 几缕发丝从耳畔垂落 说道 陈家虽然不说 但我既然已经教训了她 何必再行羞辱 宁静听着这话 忍不住摇了摇头 在旅途车厢中 她第一次教这位书吃少女的事情中 便有打人一定要打死的千古真理 讨要公道与欺负人这种事情 和打人的区别也不大 既然要撕开脸 当然要把对方羞辱致死才好 她看着按机盘 又准备开始练字的书吃 忽然发现 自从进入书院后山 自己吃鱼修行 竟把笔墨淡忘了很长时间 忽然间 她又发现了一件事情 自那日惨烈营地马车间 自己替书吃书过一次头发后 她便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发饰 黑色绣发简单竖在身后 那张白细好看的脸清楚显露在外 愈发显得婉约轻傻 卓之华对众人说道 午后神殿召集会议 商议援助王庭 以及明年对荒人用兵仪式 各宗派弟子都要参加 大家早些用饭 不要耽搁了时间 草原人以羊肉为生 他们的饭里并没有米饭 王庭虽然对来自中原的人们 表现了足够的诚意 但最金贵且数量不多的米饭 当然要优先供给给神殿以及唐军 所以墨吃院的弟子们 今天的午饭依然是油乎乎的羊肉 以及羊肉汤 哪怕是翻着花样的做 羊肉终究还是羊肉 离开碧蓝腰海后 这些少女们几乎就没有吃过别的东西 昨日又在阁木木大会上 吃了太多的新鲜玩意儿 这时看着满盘羊肉 便觉得有些难以下咽 只有宁缺依然吃得认真细腻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那么小时候便遇见罕见饥荒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孩子 长大后绝对不会有任何浪费食物的举动 在缓慢咀嚼的同时 他的大脑也在快速地运转 想着别的事情 草原上的马贼集体来杀自己 说明自己的身份肯定已经暴露 只是不知道曝光到哪种程度 现在王庭上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的存在 东面的唐营里全部都是东北边军的精锐骑兵 那位长安城来的舒将军和夏侯有怎样的关系 按照陛下临行前的秘址分析 一旦自己表明身份 舒将军的屁股应该是挨着自己的屁股坐在一边吧 至此时他依然没有想到大黑马也是自己身份败露的一大可能 不得不说伟大的皇帝陛下和潇洒的春风厅老巢 这二人一生识人无数 却偏偏在宁缺的使用上出了大问题 宁缺若为将必能刀砍四方 可若是去当金牌小密探 那可是相当的失败啊 吃完午饭 擦干净油乎乎的嘴 宁缺从天猫女处拿过那个危重的方匣子抱在怀里 在冬日阳光温暖的照拂下 向王庭左近处的热闹地带走去 阁木木大会汇聚了极大人流 有人自然有买卖 那片热闹的草场便是行商聚集的地方 除了临近不足卖货之外 还有数支勇敢的中原商队 不知打通了什么环节 竟也跟着神殿的谈判使团一道来到了此处 她怀里方匣子里的东西 是一位燕国商人专门用来讨禅于王妃欢心的货物 昨夜她出了一百两银子的高价 甚至还搬出了花痴陆陈家的名义 才极勉强地买到手中 墨珊珊既然不想用这个东西 她也没办法带回长安 自然舍不得她就在这寒冷的荒原上活生生地冻死 所以决定找燕国商人退货 哪怕是只退八十两也是好的 虽说她现在已经是长安城里隐形的大富翁 可一百两银子这么大的数目 别说是回去后没办法向桑桑报仗 便是她自己也会觉得心痛 然而还没走到那处 她便被人拦了下来 听着四周渐渐汇集过来的脚步声 看着身前那名表情冷漠骄傲的天狱院学生 宁缺忍不住挑了挑眉头 心想这些人毕竟都是浩天的信徒 想来不至于像长安城混混那样 堵街抽刀便开扁吧 于是她没有任何动作 十几名天狱院学生把宁缺围在中央 站得看似松散 实际上把她所有可能的逃跑路线全部挡住 不过正如宁缺所料 这些人没有冲上来把她暴揍一顿 她身前那名骄傲的天狱院学生 甚至还极有礼貌地行了一礼 这位墨池院师兄 能不能方便去见一个人 宁缺完全相信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说不方便 那么肯定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就非常不方便让小朋友们看到 她并不害怕什么 她猜到能动用这么多天狱院学生 来请自己相见的人 应该就是那位少女 所以她笑了笑 很老实地跟了过去 在营地外围 一片残着星星绿意的草垫上 月轮国公主陆臣家 坐在一匹雪白的骏马上 抬手示意诸人回避 草垫上便只剩下两人一马 她居高临下 静静地看着宁缺 神情显得有些古怪 过了很长时间后 才轻声说道 我与山山相识多年 虽说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 但依然有书信往来 很奇怪的是 今天在帐内与我说话的疏痴 竟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宁缺没有想到 马背上的少女竟会如此直接开始问话 不免觉得有些突然 甚至还来不及仔细观看这位传说中的美人 究竟长什么模样 陆尘家也不等他接话 目光微宁说道 他说是从某人处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很好奇 那个某人究竟是什么人 所以冒昧请你过来相寻 宁缺微微一正 诚恳回答道 我不知道殿下您在说什么 陆尘家举目望向远野的远方 看都没有看他说道 我也不知道 大和国墨池苑 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你这样的男弟子 你究竟是谁 宁缺紧握双拳 在心中苦涩发誓 回长安后 如果陛下还要自己当什么密探 自己绝对不会再次愚蠢地答应 哪怕是造反也在所不惜 因为那样 也许死的还会慢些